好 继续待会看到由阿美族母女党携手成立的玩艺术 在吉安乡哲思之秋正式开运 打造成慈恩国际艺术村 邀请了国内外艺术创作者驻村创作 但是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 让国外的艺术家无法顺利前来 2021年决定转型经营 如今持续秉持实验的精神 担任指导的角色提供场域 欢迎更多创作者进驻园区 由阿美族母女党携手成立的玩艺术 经过多年淬炼和孕育 正式在吉安乡慈恩者四只秋开花结果 位于泰昌村名人一届的私立慈恩幼稚园 成立于1970年占地约600平 全盛时一学期曾有400名学童就读 然而不敌少子化 2010年负责人决定退休 幼稚园荒废近10年 直到2019年 长年在国外生活的第三代负责人吴宥琪返回家乡 决定转型成为慈恩国际艺术村 与此开启国内外艺术创作者驻村创作的机会 慈恩的场地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 除了玩艺术之外 也能够更多跟更多在地的艺术家结合 因为其实树皮 它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媒材 它可以跟陶艺 它可以跟皮剑 它可以跟香芬 等等很多很多的艺术去做共创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慈恩这个大场地 然后一个艺术村的基底 去跟更多的花莲在地艺术家 共创出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今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实验跟调整 那有别于去年就是 由我作为主理人的这个主导性比较强 那就是到今年呢 我们就想说 我们退到一个第二线的这个状态 然后邀请我们的这个入住企业 可以入住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一起与我们入住的这些艺文伙伴呢 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呢 有机会透过这样一个入住 然后再争取政府的一些专案 或者是基金会的一些计划 来做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 及这个艺术啊 或者是思辨方面的一些延伸 我又其表示 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当时让许多国外艺术家 无法前来国内 因此在2021年决定转型 园区经营模式 目前也推去指导角色 提供场地以及建议给驻村的创作者 目前园区除了玩艺术 还有CafeCafeHolic 宠物沟通师等创作者进驻 此番邀请更多不同领域创作者加入 以艺术方式活化园区 同时让更多艺术创作者逐萌发展 接着掌方言简相报导